大学 你就勿要在推施万民万物的世上了 所厌恶于万民不顺乎你 你就勿拉着暴力无道的事来侍奉上天 所厌恶前往所行的道 勿拉这个事情毁着前往 所厌恶后世批评 勿将这无道的事情来加护先前圣贤身上 所厌恶右边对待你 你就别再加在左边 所厌恶左边的对待你 勿拉着左边的事情交在右边 这叫做良良人的心 良良自己的心 才称得起邪举之道呢 因为人的心是有偏僻的 如佛云 若有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则像 皆非菩萨 以上说的这上下 先后 左右 皆是汉愿于人 不返求诸生 某方若有不顺乎他的心理 他就拿这个事情来对待旁人 不论天地人物 及诸鬼神 都是有对待的 如天来责罚他 他就怨地 他要厌恶那地 就对待那天 先王行的是 不和他的快足 他就毁谤先王 断灭后人 后人要批评他 他就将这错误 夹在先贤身上 或是他厌恶右边的神灵 显照他 就交在左边的诸魂灵上 不计事了 这是不返求诸生 只求诸人 要无对待心 有测量人的心 这方能携举呢 他不得他 我访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